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每当银杏叶逐渐变黄时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和拍摄 而今年的银杏叶变色时间比往年稍晚 但色彩更加鲜艳 预计将在11月下旬达到最佳观赏期 在福州临川区 一株1200年树林的国家级保护植物银杏树满树金黄 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这株古银杏树身高耸身披金甲 一片片黄色的银杏叶犹如一串串金色风铃挂满树梢 一地的落叶金灿灿的 感觉特别的震撼 这里空气好 环境好 风景也很美 让人心旷神移 看到这个落叶纷纷而下 让人心旷神移 很壮观 很美 据了解 这棵银杏树还是一株罕见的双株核抱 虽经过千年风雨的洗礼 但还是枝繁叶茂 树干挺拔 远看为一株树 近看则是两根外形相似的粗大树干相粘在一起 中间仅留有一条细缝 由于该树长期不开花不结果 享守在一起 因此被当地村民称之为兄弟树 九江五宁县是风景独好旅游名线 日前 一批九江的摄影爱好者来到五宁县 走进青山绿水和田园村庄 寻找最佳拍摄素材 用手中相机 手机 无人机 找寻独特的视角 捕捉五宁美丽的山水风光 摄影爱好者们首先来到鲁西洞景区 这里暗河流水缠缠 中入石千奇百态 洞内一百余处各不相同景观 通过声光玷雾的巧妙布局 各处景观形态逼真 栩栩如生 洞中的美景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拍摄素材 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溶洞 无论从它的色彩 它的这种结构造型 这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玩摄影人来拍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采风不光是要大山大水 同样我们这种溶洞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采风点 我们远道而来 这个鲁西洞真的是很漂亮 在两天的采风创作过程中 摄影爱好者们感叹美丽五宁到处是美景 不仅令他们陶醉于山水间 并激发大虾的创作灵感 获得了创作的丰收 近年来 九江五宁县加大自然生态保护力度 越来越美的自然风光景点成为摄影爱好者创作的打卡地 一批批外地摄影人慕名而来 开展山水风光摄影采风创作 每年到五宁摄影采风的游客上万人次 进一步提高了山水五宁的知名度和美誉 我们这是老年大学摄影协会 主持六十多名会员 到五宁县来采风 拍了这个山 拍了水 拍了这个五宁的美好的美丽的风光 大家都感觉了时候很大 我们高兴而来 满载而归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近日 江西颇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大批候鸟 目前已到达颇阳湖保护区的冬候鸟有 白鹤 黑罐 灰鹤 白皮鹿 东方白罐 豆燕 红燕等 六十种超过十五万只 冬候鸟按照觅食和生活喜庆 分别聚集在潜水区 草州或者沙滩上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生态风景 与往年同时段相比 今年月冬候鸟数量有所增加 预计11月底至12月 月冬候鸟种群数量将达到最高峰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2022至2023年度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 叶珠山入选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景德镇叶珠山消费带是国家级叶街文旅消费集聚区 串联了桃西川文创街区 桃园谷 九季小镇 桃义街 桃阳里玉瑶景区 叶珠山码头夜市 浙江路商圈 新安路美食街等八大优质文旅集聚板块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 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 68个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示范案例 新渔市仙女湖七夕浪漫水路京平旅游航线成功入选为全省唯一 该京平旅游航线为仙女湖游客中心码头至爱情岛至龙王岛至仙女湖游客中心码头 自去年以来 仙女湖仅扣七夕文化主题定位 认真研究航线可塑性 将原线已有的风光游航线 改进优化为七夕爱情特色文化游航线 打造功能完善 内涵丰富 便捷舒适 安全绿色的高品质 国内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 培育出特色突出品质精良 游客满意的水路旅游客运品牌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